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温哥华房地产资讯站,我是Mike 今集带大家来看Townhouse,是一个Burnaby的Townhouse 平时比较少带大家来看Burnaby 今次带大家来看一个pre-sell,一个楼花未建好 发展商是Bidi,我之前在Crown的影片也有介绍过 未看过可以在上面按连续 这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最特别的就是价钱是比较低 虽然它在Burnaby,是很近Skytrain Station 86万多起了 但这个Townhouse不是很大的那种Townhouse 而是两磅那种Townhouse 适合一些是新婚夫妇或小家庭 他们可能未购买到一个大的Townhouse之前 亦都想住Townhouse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合大家了 80多万的Townhouse 其实又在这么漂亮的位置 还有一些新的就真的少见 所以其实这个Kin by Bidi 这个系列一出的时候 很快就已经卖了很多大的单位 现在只剩下两房的Townhouse 以及一些叫做Garden Home 就是Townhouse 它是一层的Townhouse 之后慢慢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们现在先去看楼 记得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是like我们的视频 subscribe channel 按下小铃铛 旁边就可以去下方留言 或者WhatsApp WeChat 我都可以的 加上我们的Facebook Page 所有资讯你第一时间收到 那现在我们立刻看楼 Kin by Bidi 位置在Metrotown区 地址是7422-7470 Bowler Avenue 行6号Skytrain Station 15分钟 駕駛去Metrotown 6分钟 駕駛去Downtown Vancouver 大约半个小时 或者坐Skytrain 36分钟 他两房的Townhouse 售价865,900元 折合港元大约519万 预计2023年年终落成 管理费大约每尺2毫8指 楼花未建好 所以未有地税资料 看了个直线 这个两房Townhouse有1069尺 每一个Townhouse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天台花园 饭厅和客厅都会是9尺楼底 客厅面积10尺11x8尺6 饭厅7尺6x20尺 暖气用普通电的Electric 如果想加冷气 就要另外加1万元 泥派夜明火煮食 大部份的厨房电器 都是用Fisher & Pagel 顺带一提 这个示范单位只不过是模型 就不是现楼 当然如果想约看 或者想看Blochura 4Plan 都可以打给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再发给你们 上到2楼房 8尺楼底 主人房大约10尺x10尺 放到Queen Size床 主人房厕所 有New Heat地热 和Double Sink 看完这间客房 10尺8x8尺8尺 大家留意 这种户型 全部都是东西座向 这个单位 包一个车位 和Storage Locker 压外加车位 $35,000 这个就是Model Home的模仪外观 让大家看看相片 这个就是他天台花园 他都有两种Color Scheme 色系给大家选择 一个就是浅色 一个就是深色 主要的分别在于 地板颜色 和厨房下半部分的厨柜 还有洗手间的Floor Towel 不是Wall等等 所属小学就是Clinton Elementary 详细分数给你们看看 而中学就是Bernaby South Secondary 这个Kin by Billy 这个楼子 就略略带大家介绍过 大家不知喜不喜欢 欢迎下面留言 或者私下WhatsApp WeChat 我了解更多的详情 一些Floor Plan 或者一些Payment Terms 各方面的资料 或者甚至乎想拿货 欢迎跟我联络 看完这个楼子 其实我认为 自己本人来说 挺喜欢的 因为一来地点好 二来发展商好 三来 这个户型 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通常 如果你去到Town House 通常都是说三房以上 两房到的Town House 是比较少见 这个是一千多尺 叫做Junior的Town House 每一个户型都会有一个Rooftop Garden 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很多时候 朋友都会问我想要一些特色单位 但特色单位 你都说特色 所以它这个单位 这种设计 我认为是非常新识和前卫 因为它每一个City Home 它楼上 顶层都会有一个Rooftop Garden 很大 很多空间 给你们和朋友去烧食 或者吃野餐 或者小朋友在上面玩 当然要注意安全 还有一个重点 留了说就是 在Metrotown 如果你说一个两房的高层 石屎楼的一个apartment 都大约是 七到尾去到八字头 八十几万 或者七十几万 可能是八百多九百尺 对于有一部分的人来说 可能他们需要两房 但是八百多九百尺 可能对他们来说 比较小 他都想要大约一千尺左右 但是又未去到 upgrade到上去Townhouse 三房 一千五尺 这样的级数 中间有个gap 就变成这个单位 我认为 对于这些朋友来说 是可以考虑的 毕竟 他的入场价 都是比Townhouse便宜的 八十几万 跟两房的水泥公寓 在Metro Town 可能八百多尺 这样的一些apartment 就变成了多个选择 加上最重要的是 管理费低 二十八仙 即是两毫八一尺 跟现在的apartment 差不多到五毫一尺 可以到差不多便宜了一半 所以 我认为 如果你们在考虑 买两房的公寓 也嫌管管理费贵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如果你有更多疑问 欢迎 就是WhatsApp WeChat我 我很乐意和你们 继续去探讨这个问题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咱還 관� sır 咱, negó 咱, grow 咱话 咱, aghetti 咳, 镜 М 咱, 杜云 咱, 錶 咱, 镑 咱, 镜 咱, 镜 咱,镜 咪,镜 咱,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